外面在发新品 但想做第二个小米 并不容易 外面在复制小米的路上又进一步 10月19日下午 外面举办新机发布会 推出了真我Q3S 真我GTN2两款新机 以及外面面向国内市场的首款智能手表 真我手表T1 那时 雷军率先正式对外公布5G战略 他表示 5G是一个革命性的时代 小米跟5G相关的业务特别多 小米前不久在欧洲发布了5G手机 很快会在中国发布5G手机 多位用户告诉AI财经社 如果仅仅是从性价比角度来讲 手机产品的用户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忠诚度可言的 但在他们看来 相比各种花勺的设计 企业的研发能力才是决定手机品质的关键